阿纳亚 你经过这个地方吗 那我喜欢的就是那种行者的感觉 就是那种有一个鞋块包 可以是相机可以是装的鞋块包 拿着相机把自己看到的都拍下来 后面是风景 后面不只是事物了 后面是风景 你现在是第二角了 他在帮我一张一张回忆 最近是一段非常能放开吃的日子 他可能不太愿意听 因为我需要恢复 我需要吃东西 玩什么 特点想买个胶卷机 老相机的话我可能要选一个便携一点的 你想要的所有的相机 在那五颗松其他上都能找到 去五颗松 准备去淘一个老的DV 前段时间看了一些MV什么的 就是感觉是这种风格的东西 所以想淘一个看能不能 遇到一颗心仪的DV吧 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个型号 但是很想说去线下购物体验一下 因为之前我的那个保利来 是在网上买的 没有那种去找他跟他撞缘分的感觉 你们这边会有老的那种DV吗 实在是没有 那种这附近有卖这种 这二手的哪里会有卖 二楼 二楼 撑 谢谢 他现在出的不是出马的 有这个画面感觉有没有稍小一号的 感觉这边有点大 这画面还大 大多舒服 不太便携 是不是 你俩要这种是吗 对 想要这种 这种好小了 这是过去的掌中宝 我在掌中宝什么 掌中宝是不是鸡的那个 您看这型号 就是类似这样的 就是跟这个很像 都是这年代的 那是他这是后出的 你这是先出的 先出的就换 这等于这种续航会长一点 挣你钱就是什么 给你变一个花色就变了 实际都是那东西 啊 换壳就是 对 发动机不变 这个那汽车 换壳车 那样发动机变了 那又变升级了 这一代 是从这地方取紧 然后先上旋 然后从这你能看到 看到里面的那个场景 哇 那的话你看啊 看到的就是 直接是那个 对 像潜望镜一样的 对 你看到的就是直接光学的东西 哦 它折下来的 这地方是折射过来 它直接用光折过来 锁上了 它弹上去的 哦 这个机器啊 你看啊 它是什么时候的东西 你看它编号 这是70编号比较早的 嗯 这五几年的东西 五几年的东西 八岁有多大 嗯 这么大 我以为可能稍老一点 没想到这么老 还有更老的 这随便呢 就这个东西 这可能是190几年的东西 为啥我每次在逛中 总能见到这种特老的 你买的话 你一定要考虑便利性 考虑便利性的话 你就买这种的 这是90年代左右的东西 就足够了 这是胶片机最鼎盛的时代 胶卷呢 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一个胶卷其实 你会很慎重的拍 不会轻易掐它 因为每掐下去都是剪 但是那 一般一个胶卷像正常的话 一个正常的玩胶卷级的人 一个胶卷它可以拍两个月 拍两个月以后 你可能会忘了 然后把这相机扔到角落里面去了 然后 然后过两三个月 然后把它冲出来 然后你看到的东西 和你真实拍到的时候 那个东西是两个东西 你会经过时间发酵了 它会有一种特殊味道 你忘了 有的时候你会产生美化 但是我媳妇带着我孩子拍 我过了一年才洗出来 然后我一看 这个时候的春光也那么漂亮 很震撼 好 好 胖哥说 那个 这个三十多张啊 够你拍两个月的 但我的拍摄方式 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 我就是 看到啥拍啥 记得这短短的大概 我们从拿到机器到现在 不到俩点 已经拍了十一张了 知道吧 解吗 第一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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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